大白菜 人間有愛 參嘗豐富的大白菜 有了大白菜 大白菜 多吃好幾萬塊 有了大白菜 大白菜 天天到美懷 有了大白菜 大白菜 鬧鬧優秀的山壇 有了大白菜 大白菜 聽 過 說 美麗的好多我真神奇 簡直是大白的第一場給 人家看到狗活活死就在這裡 烏龜家族與兔子家族 彼此較勁 到底是大白菜最好 還是紅蘿蔔最棒 兒童歌舞劇新龜兔賽跑 當年輸給烏龜的兔子 相約十年後 孩子長大時再比一場 到底這次誰會贏得這場比賽 劇中細膩刻畫兩代真摯情感 與親子間的微妙關係 在1999年 首次在國家戲劇院推出 便受到熱烈好評 2013年豐香至今 睽違十年再度登場 過去曾飾演龜媽一角的 張揚瑄 更成為這次執行導演 將帶給觀眾更豐富的試聽體驗 我從一個大學生 然後到現在已經 就是兩個小孩的媽媽這樣子 聽起來有點歲月的眼淚 對 那就是如果就是2023年的現在 還要演這個龜兔賽跑的話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或心意在裡面呢 除了剛剛就是在講到說 就是小朋友用不用他們的智慧 去消敏這個兩代之間的紛爭之外 我覺得上早當初在跟我聊這個作品的時候 有聊到一個滿有趣的概念就是 什麼故事是最有名的 就是有因為兩代的對立 然後造成這個下一代的 要去產生一些解決這個問題的劇本 就是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莉葉 對 所以大家可以把龜兔賽跑定位成 羅密歐與朱莉葉的喜劇親子版 大概是這個意思這樣 對 小朋友運用他們的智慧去讓就是家長之間 就是讓大人去思考說 我們真的要這樣繼續對立下去嗎 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呢 這樣大家一起玩遊戲不是很好嗎 這樣 那自己成為家長之後也會看到就是 小孩子的比較單純跟偏真的想法 然後大家發現真的好像更能多一層 體會這個故事背後要告訴我們的意思是什麼 這樣子 那這次在製作跟創作上面 又再加油添醋了一些這樣子 對 但是加入了一些就是2022年之後的 就是比如說小朋友喜歡玩史萊塗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想辦法的過程 把它寫成一首新的歌 所以這次的製作有兩首 有兩首是新的歌曲 就新創作的歌曲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有我們的作曲家高大維老師操刀這樣 然後這次所有的編曲都是同心又在編過 所以配器上面又更加的豐富這樣 然後所有的設計大家看到的服裝 舞台燈光全部都是今年在重新做的新的設計這樣子 新規度賽者是一個兩代之間的一個逆轉勝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20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做是覺得說小朋友這個壓力好大喔 然後我們這個大人制定的遊戲規則 讓小朋友在這裡面然後就慢慢的成長學習 然後但是都是背負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然後20幾年過去發現壓力沒有減小越來越重 這個故事的重點是這個兩代之間這個小朋友 新的這一代如何逆轉勝 我覺得這是一個這個戲很懸疑的一個點 到底這個上一代已經鋪好了這個遊戲的規則了 說一定要跑一定要跑贏 然後在新的一代又如何突破這個困局 然後能夠重新為自己的成長找到一片天空呢 用他們的聰明才子 用他們的說服力 然後讓上一代的人然後接受了他們的想法 如何用他們的想法去跟上一代溝通 這就是新規度賽跑會要呈現給大家的 小規加小組就是天下無雙 滴立不敵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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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規度賽跑原定去年推出 受疫情影響也至今年兔年演出 特別邀請兒童唱跳界偶像 柳丁哥哥 草莓姐姐 還有歌手羅美玲加入 也為這齣兒童歌舞劇帶來新氣象 因為我們是過完年之後 昨天才進排練場排練 然後就是因為過了年 大家知道就是可能胖了一圈 吃了很多東西 昨天大家最有感的就是 啊 怎麼這麼喘 跑起來超喘的 跑起來超喘的 真的 對 但是剛剛就是根據我們這陣子 昨天密集超了一整天之後 好像還好 對 但就是很期待到台中 可以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嗯 對啊 而且因為就是就像這個劇名嘛 新規度賽跑 所以我們在劇中有大量的跑步的戲嘛 所以就是 而且尤其又是在台中歌劇院 那個場地超漂亮 我覺得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 真的非常值回票價 嗯 對 而且因為這一次就是像劇名一樣是plus 所以所有你看到的一切真的都升級了 嗯 所以運動量也升級了 運動量 然後服裝也升級 然後整個劇情也都升級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值得看 就像剛剛我們前面有講到這一劇 這一齣戲的歷史已經很悠久了 可是不斷不斷的升級 所以到現在真的是一個巔峰 所以請大家 對我們提議來說也是一個巔峰 我們本身是有在唱跳 所以其實就是在唱跳這個部分的話 平常就是唱跳歌手 對 以情歌為主的我覺得真的唱跳好難喔 因為昨天穿了這個鞋就是腳 腳就是要把它貼起來 對 尤其是 真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你們真的很了不起 謝謝 沒有 但是媽媽在劇中有就是也不能太多爆了 因為媽媽在劇中有非常厲害的一個技巧 就是在我們家 然後就是有一個 哪裡 圓圓的 圓圓的 對 圓圓的 對 這個不能爆了 到底什麼圓圓的 拜託 進來看 對 非常厲害 超厲害的 就是很考驗核心 真的 愛樂劇工廠 20週年兒童歌舞劇 新歸途賽跑 2月5號在台中歌劇院 3月4號到5號在台北國父紀念館 8月27號在高雄衛舞營演出 充滿歡樂與溫馨的演出 歡迎大朋友帶小朋友一起前往欣賞 記者臨期會 台北報導 開場 yez 李宗 我們 千 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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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